一念善上天堂 一念恶下地狱 万法违心造 众生的善念 可以抵御心中不正的能量 和异情负能量 心中不好的染灼 只有靠慈悲来化解灾祸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 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共业难为 要靠众生的慈悲心来化解 慈悲就是正能量的细胞源 慈悲是一种抗体 师父还说 要躲过天灾共业 只能靠内心的善心善念 常养身心正能量 消除负能量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 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感南无释迦摩尼佛 感南无大慈大悲 救口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感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慈父 卢君弘台长 感师兄们 现实中 现实中 我口干舌燥好几个月了 无法正常念经 嗓子眼 嘴全是干的 舌头拉不动 只能通过口含含画片 或将水果切片 含在嘴里 借此来念经 昨晚我梦到 师父来我家了 师父依然身穿黑西装 给我和一位师兄开示 你们以前那么苦都过来的 一天七八张小房子都念了 现在咬咬牙 努努力 再大的困难都能过去的 嘱咐我们都要好好修 别懈怠 你们以前多困难 多艰难 你们现在不都过来了吗 让我们好好忍耐 好好念经 念小房子 今天早上 我跟平时一样 准备好各种含画片 便与我念经时含着 可我惊喜地发现 我口腔以前的干燥现象 不见了 而是非常湿润 都往肚里咽口水了 太感动了 感恩师父来我梦里 给我开示 加持我 真是法喜充满 这么点小问题 师父都惦记着我 来加持我 帮我医治 真是太感恩了 法喜充满呀 师父虽然圆寂了 但无时无刻不再关心着我们 护佑着我们 心灵法门 真实不虚 我们一定要尊师重道 依教奉行 好好修心修行 永不停息 永不退转 师兄们 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上周六 一家人与一个朋友相聚 选在华人区的一家餐馆吃饭 我虽没有吃荤腥 但全部菜是我点的 也是我买单的 吃完后还边走边聊 途经海鲜店和肉店 臭气熏天 我也不能说什么 结束后就觉得双手起痒 还有红点 非常难受 回家后 马上念往生咒 一会儿 我的手就恢复了正常 在这儿忏悔 并感恩菩萨的大慈大悲 让我这么快就恢复 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啊 昨天去观音堂做了义工 回来后 吃了放了几天的食物 肠胃有点不舒服 我也没有很困扰 只是加强念经 今天中午开始 连续干呕 在上了一次厕所后 感觉症状完全消失 好像消了业障似的 浑身轻松 并且更神奇的是 我本来学养都在 93到95%之间 现在好像身体打通似的 特别舒畅 测了好几次学养 一直到现在 都是百分之百 真是太感恩了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心怀恨意念小房子 梦境提醒质量有问题 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S师兄曾经做了两个梦 是关于经文组合 小房子质量的 有一天 梦见自己在办公室 准备要点经文组合 小房子的红点 但是空白小房子 一拿出来 是一张白色的A4纸 很大 但没有边框 格式也不太一样 梦里师兄想 这个不对呀 不能点红点 他就没点 后来过了几天 他准备给女儿的 药精者烧经文组合 小房子 早上梦见 他拿出一张 折过的黄色小房子纸 还是没有边框 里面的圈圈也很少 他惊醒 后来 邮件秘书处 得到回复是 他的经文组合 小房子念的质量 有问题 师兄很难过 因为不知道 究竟错在哪里 第二天早上六点左右 半梦半醒间 好像有人和他说 念经文组合小房子的时候 恨意太重了 师兄恍然大悟 有时候一边骂了孩子 然后又气呼呼地 念经文组合小房子 真要好好改正 请大家引以为戒 念经不能有恨意呀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师父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师兄们下午好 我来分享一下 我这大半年来 接触到心灵法门的心得 我在还没有接触到 这个法门的时候 我的右手 整个手臂都发麻 一直都有好几十年 就在冬至那天 我画了21张小房子 给自己的堕胎儿 这个手臂 很神奇地就不发麻了 之前发麻严重到 拿筷子都不行 现在拿笔写字都很利索 在我会念经的时候 我老公的外婆来梦里见我 还和我说了很多话 第二天 我就画了七张小房子给她 她也就没有来找过我 前段时间 儿子高烧不退 退烧药吃了也没有用 我就不停地给她念经 第二天 给她画了七张小房子 第三天 她就起床打游戏了 这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 在没有念经 没有接触到师父的三大法宝前 我还是什么都不懂的孩子 是师父 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帮助了我 让我知道念经 放生 许愿 这三大法宝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帮助过我的师兄们 我会更加精进念经 感恩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纪念伟大的拿摩释迦摩尼佛 将佛法传入世间 指引众生解脱之道 一 编者案 两千五百年前 伟大的佛陀历经千辛万苦 将佛法真谛传入人间 以亲身体正的佛法真理 引导众生破迷开悟 走向究竟解脱 佛陀在人间弘法四十九年 以慈心悲愿来救度众生 用智慧方便来教化度众 恩师卢台长 也一生追随佛陀的足迹 宏传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精神 无我利他 以生命供养众生 色身缘济 法身永存 让我们学习 让我们学习佛陀和恩师的精神 用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照亮心中的佛性 弘法立生 让更多有缘众生归一道心灵的净土 佛陀在人间弘法的圆满世纪 缅怀伟大的三界导师 拿摩·施迦摩尼佛 一 佛陀的精神永存于世间 选字 人间修为 拥有的是慧命 摘录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今天是腊八节 也是佛陀的成道日 为什么全世界有五六亿的学佛人 都在敬仰佛陀 佛陀走了吗 他没走啊 他在天上 他永远地活着 为什么有些人他没有死 但是他已经像死人一样 所以 怎么样让自己的精神永存在这个世界 那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探讨佛教的 精髓 二 缅怀伟大的佛陀 证悟宇宙真谛 引领众生走向解脱 选字 2021年师父每日佛言佛语 2021年1月20日 据佛经记载 我们伟大的佛陀 为了寻求人生的真谛 与生死解脱 依然舍去王位出家修道 佛陀来到了岸边 一棵 逼波罗树下 发誓 经若不正无上菩提道 宁可遂此生 而终不其宇作 经过七天积夜的思考 那么伟大的佛陀 终于豁然大悟 认识了人生的痛苦的原因 以及灭除痛苦的方法 对宇宙人生真实的含义 有的彻底的觉悟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成佛和成道 在今天这么一个伟大的佛陀成道的日子里 我们要缅怀 我们伟大的佛陀 把宇宙的真谛告诉了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人间 就能解脱痛苦和烦恼 我们要学会 懂因果 知善恶 众善奉行 诸恶莫作 方程菩提道 我们要学习 伟大的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走上菩提道 让佛法 能够在人间 到处开花结果 沿着佛陀的脚步 一直走向无上正等正觉 希望佛友们好好努力 今天就给大家开始到这里 谢谢 3. 佛陀为众生而活 千百年来为众生所怀念 选自2020年1月17日悬疑问答 要记住一句话 在世界上活着 不能为自己活着 要为别人活着 很多人一辈子自私 最后到死了都没人想念他 所以有的人一辈子活着 为众生活着 所以不管哪一年哪一世 人家都会怀念他 所以你到底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不对 你看佛陀 涅槃2500年了 到今天大家都在怀念他 全世界都在怀念他 有的人 做了一世坏人 对不对 一辈子 几辈子都被人家唾弃 所以必须要好好的学佛 学正能量 帮助别人就是正能量 能够解脱自己 那就叫超能量 是不是就是要让你们超越自己 超越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四者像 四 佛法是圣贤给人间带来的教育 选自2015年5月22日悬疑问答 下个礼拜一呢就是我们伟大的佛陀 这个圣诞日了 那么也就是说 希望大家能够 能够更多的 更好的相信菩萨 相信我们伟大的佛陀 当年到人间来救我们 传下了这么好的 这个佛法 让我们受益无穷 佛法是一种智慧 是一种教育 是一种 我们说 圣贤给人间带来的教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伤害他人不自知 无名执着 佛造业力 严守戒律行愿力 解行病重非神力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